因为在漫画书上看到待会有个女孩将被车撞死 眼前的男人想要赶在女孩被撞前拯救他 可就在他以为找到了女孩跑过去时却发现认错了 不料这时他却突然看到一个女孩正回头跟同学道 丝毫不知道一辆货车正冲向他 见状阿宽连忙大叫让安藤兰下货车 面对突然出现拦路的安藤 司机连忙猛打方向盘躲避 强大的惯性禁使货车禁止朝女孩撞去 眼看女孩即将被撞 阿宽连忙发动超能力 一瞬间整个世界都静止下来了 第一次让时间停止的他十分兴奋 但当务之急是救下女孩 就在他将女孩推向一旁时 时间也随着恢复流动 他成功救下了女孩 利用超能力成功救下女孩的阿宽 让安藤彻底相信纽约五周后会核爆的事实 原来一天前第一次使用超能力的阿宽 一不小心穿越到了五周后的纽约 可没等他兴奋纽约就突然爆炸 好在他危机关头再次穿越了回来 并且拿到了一本能预知未来的漫画书 根据漫画书的指引他们搭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可安藤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既然他们都要拯救世界了 为什么还要坐经济舱 并且中间还隔着个大美女 结果阿宽只是给他看了一眼漫画书 下飞机后他们根据漫画书的指引 租了一辆泥丧 可在路过赌场时 安藤却赌性大法 他竟把全部身家都压了上去 这可是他们两人全部的身家呀 于是阿宽二话不说就要收回筹码 然而一旦下注哪有退回的道路 尽管内心十分纠结 但是为了他们能顺利整作世界 阿宽发动了超能力 随着时间再度凝固 阿宽默默请求上帝原谅 随后捏手捏脚来到弹珠面前 紧接着他将弹珠丢进了26号桌 顺带还将一杯快洒了的饮料救回 随着他解除超能力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服务员看着手中的饮料 和一脸兴奋的安藤 可就在阿宽想带走安藤时 以为运气来了的安藤上头了 无奈阿宽只好说明是自己使用了超能力 不料这时安藤一听直呼天才 这样岂不是可以利用超能力赚到马 但心地善良的阿宽却不同意 无奈在安藤的洗脑下他还是屈服 可这次他们却玩大了 安藤手里是三张散牌 对手是三张尖 结果阿宽发动超能力 直接将对方的三张尖给拿了管 看着拿着自己三张尖的安藤明德胜利 牛仔老哥直接猛逼了 结果不出意料阿宽两人就遭老罪 这时安藤还想警告对方阿宽很厉害 不料下一秒 紧接着他们就被丢到了边荒地带 但好在这里还有着一间小餐厅 可这时安藤却抱怨起了阿宽 明明阿宽只要暂停时间 他们就能保住起来 但有着英雄主义的阿宽 却认为这是他们使用暗黑手段的暴露 一瞬间两人不欢而散 然而就在安藤前脚刚走 阿宽就看到了一个飞人突然从天而降 因为急沙烫的他脚底板胖头 随着他走进餐厅 身上只穿了条裤子 直接被人误认为神经病 但阿宽却没有在意 因为他早就在未来见到过这位美国总统 可当阿宽跟他说明未来纽约会爆炸时 男人却像听着笑话一般附和着阿宽 丝毫没放在心上 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将会因此走